雨夜行人被外卖骑手撞伤 他是在送外卖的途中 然后可能就是他也没注意 他也着急 一场诉讼八名被告 谁是王光斌的用人单位 原告要求法院依法审查认定 层层转包下谁是用工方 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推卸所有的用者 配送平台其集承包商 他们该不该赔偿 结单这个时候我就干的是劳动者的事 我就是劳动者 你就应该对我结单过后的劳动行为负责 外卖骑手的困境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21年5月19日 在北京送外卖的骑手刘亮倒在送餐路上 就再也没有醒来 刘亮的家人认为 他生前服务的饿了吗配送平台 没有及时注意到刘亮出事 并且报告 所以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去联系家属或者说去拨打相关的这个社会救援电话 都有可能去避免小哥最终因无人救治而死亡悲剧的发生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平台没有做任何事情 然而在后来的法庭审理中 饿了吗平台方认为 平台上面的配送信息非常多 不可能只关注哪个人 作为网络平台是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去撑离这么海人的信息的 所以我们认为哪个城市 对于订单信息背后的原因 是没有用去反馈的 但是法院在审理后并没有认可配送平台的说法 你不能说是因为这个技术问题来回避平台 对于这个异常的订单 应当起到一个跟进提示的一个义务 切实的担负起互联网平台的一个平台责任 在另一起案件中 同样是在北京送外卖的骑手绍欣银 在送餐途中摔倒 想要认定工商的时候 却不知道该告谁 我不能没能力因素 我说我去不了 那么我认了吧 后来在法律援助机构的帮助下 经过两次仲裁三场诉讼 外卖骑手绍欣银最终在工商三年后 拿到了20万元赔偿金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进日说法 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报道了两名外卖骑手 在送餐路上分别猝死和受伤的案例 以及由此引发的骑手与外卖平台 以及相关企业之间的官司 另一方面 外卖骑手因为赶时间 撞车或者撞人 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伤害的案例也不少 那么这种事情发生之后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纠纷呢 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案例 2021年11月 重庆市碧山区人民法院 一起民事案件正在开庭审理 这起案件的原告 是被外卖骑手驾车撞伤的实为 被告则包括撞人的外卖骑手王光斌 饿了吗 外卖平台关联公司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及他的几级承包商 保险公司等主体 一共有八名之多 一起案件为何会有这么多的被告呢 事情还要从2021年5月2日深夜的那场交通事故说起 那天夜里下着大雨 实为拿着车钥匙准备驾车回家 就在他快到车边的时候 意外不期而至 驾驶电动车撞人的 是个身穿蓝衣服的外卖骑手 名叫王光斌 那个人呢 我看到他好像是从马路对面突然跑过来了 然后就撞上了 事故发生后 实为被送往医院治疗 经重庆市壁山区人民医院诊断 实为右侧颈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右膝受伤严重 后来经过司法鉴定 评定为实际伤残 交警部门通过调查 认定电动车驾驶员王光斌 与夜驾车没有确保行驶安全 而行人实为横穿马路 也未选择搬马线通行 因此双方都有过错 负有同等责任 经过住院治疗 实为的身体有所好转 这期间光医药费就花去了三万多 后续需要拆钢板 还有一些费用 加上务工费 营养费 护理费 残疾赔偿金等各项合理费用 加起来不在少数 眼看着出院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实为给撞伤自己的外卖骑手王光斌打去了电话 协商赔偿事宜 当时他说鼓子来希望我承担责任 但是我跟饿了吗那边签了合同的吗 而且又买了保险 我就想肯定不是我的责任 据王光斌回忆 2020年12月 经朋友介绍 他来饿了么平台碧山站点应聘 顺利通过签下了一些合同 从那个时候起 自己从一家电动车行 租下了一辆绿排电动车 穿上了站点发的饿了么工作制服 成了一名蓝骑士 王光斌觉得 自己在送餐途中撞伤了行人 责任应该由雇主来承担 再说 自己刚进入社会不久 收入不高 因此也无力承担对伤者的赔偿责任 赞点的名字就叫饿了么 所以就一直认为是饿了么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想过 这个不是饿了么的人 直到这次打官司 王光斌才知道 原来自己跟饿了么 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 劳务雇佣等关系 那么当初王光斌签的 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合同呢 原来王光斌入职之后不久 他与一家名为 黄石若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签订了一份 互联网加个人承拦协议 双方约定 外卖骑手在完成承拦活动中 如因个人行为 对发包的第三方企业造成损失 承拦者自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随后 双方又签订了 自由职业者服务协议 并且约定双方适用合同法 民法总则和其他民事法律 不适用劳动合同法 对于这些十分复杂而专业的内容 骑手王光斌说 他根本就没弄明白 他从没想过出事 也不清楚出了事该找谁 同样 作为被撞的这一方 他们也感到棘手 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商业运动模式 他需不下来承担这个责任 事情发生以后 商者实为 也曾跟饿了么平台联系过 但后来的处理结果 让他感到意外 他们总公司上海那边 他们也是推推推嘛 然后最后就是把他们 从他们外包下来的所有的 然后就连在一起 到底告谁来承担自己的损失呢 最终 实为将饿了么骑手王光斌 王光斌所服务的饿了么平台 相关联的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领域消费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 生活服务分公司 黄石若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及为王光斌投保的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为王光斌租赁电动车的 有期电动车店和电动车店员工杨昌银 一共8名被告起诉到了法院 至于谁是王光斌的用人单位 原告要求法院依法审查认定 原告向法庭主张 请求法院判令8名被告 赔偿此次交通事故产生的 各项经济损失 共计24万4千元 发生交通事故后 找谁索赔 成为被侵权人最大的难题 法官首先对各个被告之间的 法律关系进行了审查和梳理 这是鄂勒么平台 上海拉扎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与重庆领域消费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签订的合作协议 之后 重庆领域消费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又将该业务转包给了 它的分支机构 重庆领域消费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生活服务分公司 2020年 重庆领域消费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生活服务分公司 与黄石若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签订了服务合作协议 同时 重庆领域消费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生活服务分公司 每天为其手购买了雇主责任险 之后 黄石若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在与外卖骑手王光斌 签订互联网加个人承揽协议 和自由职业服务协议 那么 谁该承担雇主责任呢 这成了摆在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 认定王光斌 是否存在用人单位 以及谁是用人单位 较为复杂 劳动关系 还是承揽关系 成为争议的焦点 我们认为 骑手是独立完成配送任务 八名被告 为何没有人承担责任 对应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互相推诿 外卖骑手的困境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诉讼主张 作为鄂勒玛平台的运营方 上海拉扎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出了抗辩 拉扎斯不为王光斌 进行管理 埃训 不为王光斌购买保险 不负责向王光斌支付 拉扎斯与王光斌 不存在任何劳动劳务雇佣关系 鄂勒玛平台 也就是上海拉扎斯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认为 在合作时间段内 重庆陵羽公司自行组建团队 并建立相关配套资源体系 跟自己没有关系 撞人的王光斌 就是服务于陵羽公司管理的团队 应该由陵羽公司来承担责任 但对于这个说法 重庆陵羽公司并不认可 重庆陵羽公司认为 他们与外卖骑手属于承揽关系 并非劳动关系 我们在协议当中是提醒的 而且明确约定 如果骑手在配送过程当中 发生了第三人的侵权的交通事故的话 是要骑手自己承担责任的 在重庆陵羽公司看来 他们投了雇主责任险 约定外卖骑手的个人 第三者责任赔偿金为40万元 因此应当找保险公司理赔 保险理赔金不够的部分 应当由外卖骑手负责 但是保险公司却有不同的看法 既然与外卖骑手王光斌签订协议的是 黄石若兰公司 那么这家公司是否应当承担雇主责任呢 庭审过程中 黄石若兰公司便称 他们只是受重庆陵羽公司委托 为外卖骑手发放工资 并没有参与日常管理 因此 他们也不应当承担雇主责任 实为的代理律师改变了策略 他们认为原告并非以雇主责任进行索赔 而是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提起诉讼 他没有买交钱钱 这是作为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一个强制义务来讲 你没买 那会导致一个什么呢 我伤子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了 实为的代理律师认为 赵氏的电动车被交警部门认定为机动车 既然是机动车交通事故 那就按照机动车侵权 来追究赵氏车辆的所有权人 和实际控制人的责任 这就是他们将有期电动车店 以及店员杨昌林 起诉到法院的理由 对于这个说法 电动车行的员工杨昌林也表示 难以接受 停审现场八个被告 各自给出了自己的抗辩理由 大家都不愿意主动承担 对伤者实为的侵权责任 对应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互相推诿 经过审理 法官认为 尽管被告王光斌驾驶的电动车 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 被认定为机动车 但其作为超标的电动车 在客观上 无法缴纳交抢险 虽被认定为机动车 但在客观上 并无保险公司 为此类车辆承保交抢险 故该车的所有人 和实际侵权人 均无需在交抢险 责任范围内 承担赔偿责任 争议的焦点 似乎又回到了 与饿了么层层转包的几家公司 究竟哪个主体 与外卖骑手王光斌 存在雇佣关系 或者适时劳动关系 通过这么多家企业的 层层转包行为的性质 和目的进行分析 法官们有了这样的看法 在本案的层层转包关系中 其中一部分是为了 分摊经营风险 提高经营效益的 正常经营模式 另一部分 则是意图规避 相关的法律责任 经过审理 法院最终认定 被告拉扎斯公司 作为饿了么平台的运营商 不负责外卖配送业务 与骑手之间 无直接的法律关系 故不应为骑手的侵权行为 承担赔偿责任 黄石若兰公司 虽与骑手签订了 个人承揽协议 但它与骑手之间的关系 不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 在本案中 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重庆领域生活分公司 对骑手进行相应管理 应当认为是王光斌的实际用人单位 作为工作人员的王光斌 应执行工作任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最终 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判令被告 重庆领域消费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生活服务分公司 以其管理的财产赔偿原告 实为各项损失 共计11万08百余元 各方没有提起上诉 案件以一审判决宣告终结 但本案却留给人们许多启迪与警示 不能让安全让位于速度 从而危害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对外卖平台及赞点合作商而言 应当加强安全教育培训 加大对骑手使用的交通工具的监督管理 优化骑手的考核方案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建飞教授 欢迎李教授 在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被一个正在工作当中的人 伤害到了 我们可能会找到这个人的单位 比如说雇请他的组织 或者一个个人 让他承担责任 但是这些案例当中 石先生被人撞了 他想找这个外卖骑手的单位 却找不到谁该为此负责 这个您怎么看呢 任何时候 劳动者不能自己承担劳动风险 这是劳动法的基本原则 在民法典上他有雇主责任 那就是说要由雇主来负责 在劳动法上 是任何劳动者对第三人造成的伤害 是用人单位来负责任 二一个 在法律上 权利和义务永远是平等的 没有说只有权利的义务 也没有只有义务的权利 你从我身上拿了钱 然后你说剩下事与我毫无关系 你只要在我这接了单 我就等着收钱就行了 然后所有风险由你自单 现在所有的人 从平台开始到层层转报 这些公司 就是说他跟我没有关系 就是他过人 用工形式不同 不影响用工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和法律责任 结单这个时候 我就干的是劳动者的事 我就是劳动者 你就应该对我这个结单 过后的劳动行为负责 因为你从中在活起利润 在刚才的案例中 我们看到的是外卖骑手 在送餐途中撞伤行人的案例 在现实生活中 外卖骑手因为赶时间 与其他电动车 机动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也频频发生 下面我们将目光转移到 一起外卖骑手 与其他电动车相撞的事故 仅身半生的老人 出行途中被人撞到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得帅走 受伤住院 索赔却是一波三折 这个难度非常大 外卖骑手的困境 今日说法 正在播出 这是位于浙江省某地教育局 对面的一条普通的大道 2019年3月20日15点多 市民杨新民骑着电动车 从这里经过 突然他感觉到车子有些不稳 之后他摔倒在地 一个影子从我边上过去 然后他影子过去我就倒了 杨新民说 当时他的车速不快 突然从身后窜出了 一个外卖骑手 或许是身后的保温箱 挂到了自己的车把手 导致车辆瞬间失去了平衡 事故发生以后 外卖骑手当时并没有立即停车 而是骑行了一段距离才停下来 后来后面的人追上我跟我讲的 他说外面小哥外面小哥 后面那个人被你碰倒了 那个大叔 后来我才下来看到的 当时脑子里都想的是什么呢 要紧要去拿餐了呀 要超时了呀 意识到自己与其他电动车 发生了寡蹭事故 姬建平拨打了报警电话 随即当地交警部门立即介入调查 并很快做出了事故责任认定 姬建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 驾驶非机动车 为确保安全行事 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发生事故这一年 杨新民60岁 他平日里驾车都十分小心 没想到自己谨慎驾驶 努力做到不去撞伤他人 可事故还是难以避免 经医院诊断 这起事故造成杨新民 左侧锁骨骨折 肋骨骨折 后经手术治疗 病情才有所好转 住院期间 外卖骑手姬建平来医院 看望过伤者杨新民 并给他的女婿 转了一万元医药费 可两次手术 让杨新民花费了三万多元 为了讨要其余的医药费 以及护理费等损失 杨新民的女婿 也去找过外卖骑手姬建平 一番协商 双方不欢而散 说他没有这个赔偿能力 没有赔偿能力 而且这个工作呢 这个外卖骑手工作 也是很不稳定的 他随时都会可能离职 那么后来我们去找 这个雇主周恩龙 姬建平说 自己是个外卖骑手 收入不高 他认为公司 为自己购买了保险 出了事情 自然由公司出面 来解决 比较妥当 我在里面上班 我肯定有危险 肯定有关系 买保险的 万一他们有什么事情的话 这个公司肯定也会出来 负责帮你处理这种事情 随后 杨新民的女婿 蒋建毅 来到了鄂勒马的站点 也就是姬建平 平时工作的地点 找到了站长周元龙 可一番协商 事情仍没有解决 周元龙认为的这个事情 他是公司的员工 所以他个人肯定是不能承担责任的 如果要找 只能去找公司 那公司这方面觉得 我们已经投保了 这个事情 你们应该去找保险公司 外卖骑手说 自己拿不出这么多钱 站长又说 让受伤者找他们上面的公司 联系上面的公司 公司又说 应该找保险公司理赔 这样伤者杨新民一家 感觉到 各方都在推卸自己的责任 对我们受害的方向来讲 那叫我们自己去找 肯定是不合适的 这个难度非常大 包括比如说你说保险 你们投了什么保险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只能找姬建平 以及周元龙 多次协商无果之后 杨新民将撞人的外卖骑手 姬建平 饿了吗站点负责人 周元龙 南京欧联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一起起诉到了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赔偿各项经济损失 共计4.82万余元 庭审过程中 周元龙便称 自己并不是姬建平的雇主 他也只是负责站点的管理工作 真正的雇主是欧联特公司 而欧联特公司则认为 他们已经购买了保险 理应由保险公司来赔偿 但保险公司认为 姬建平系周元龙的雇员 与欧联特公司不存在雇佣关系 因此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后来这个争议的问题 也是二审中各方争议的焦点 基于新业态从业人员 跟这个平台主体之间 这个法律关系 那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受害者 他来实现自己的赔偿的权利 在法官看来 案件本身并不复杂 属于常见的侵权法律关系 因为外卖骑手 是在送餐的路上发生的事故 应当视为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 造成他人损害 根据民法典第1191条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 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外卖骑手和平台之间 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劳动关系 劳务关系 成浪关系 或者说分包的这个关系 就可能影响到这个赔偿主体的这个认定 通过梳理在案证据 法官发现 2019年2月15日 基建平与南京欧联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了劳动合同 明确了双方属于劳动关系 南京欧联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为外卖骑手投保了雇主责任险 并对第三者的保险责任 做出了明确约定 然而 就在这之后不久 南京欧联特公司 又与周元龙基建平签订了三方协议 约定由周元龙承包了南京欧联特公司的 鄂勒马外卖派送服务 相关地区业务 并且雇佣基建平为配送员 那么从这个三方协议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 这个起手是平台公司 本地分公司负责人个人雇佣的 在法官看来 周元龙在站点经营管理中 主要承担了公司发放等职能 并不能因三方协议的存在 而否定外卖骑手基建平 与平台承包方 南京欧联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 劳动合同关系 基于这两份劳动合同的存在 骑手和平台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 这个是比较明确的 那么根据平台公司为外卖骑手 投保的雇主责任险和第三者复杂险和保险条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约定 那么在其手是平台公司雇员的情况下 他在工作过程当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 保险公司应当来承担 理赔义务 经过法院依法调解 最终南京欧联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和国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共同赔偿杨新民损失 48,200余元 这一起因外卖骑手 撞伤他人引发的纠纷得到了化解 李教授 在昨天和今天我们报道的四个案例当中 外卖骑手与平台的合作商之间的这种关系 有的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有的被认定为劳务关系 有的合同签的是一种承揽关系 那么在法律上 这三种关系有什么不同呢 劳动和劳务之间应该是差别不是很大的 只用劳动者的人都得要负责任 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承揽关系 承揽关系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你将这样一件事承揽出去过后 承揽人他是自己负所有责任 但是他要赚取所有的利润 承揽关系它可能亏损或赚钱 均与你罚报人无关 都是由承揽人来负责任 这个风险你是转移掉了 但是从平台开始到层层转报这些公司 不能从这样一个承揽行为当中去活起利润 你现在所有的人是从最后 你认为这个承揽人就是外卖骑手 你所有的人都在从别人身上赚取利润 这怎么能是承揽关系呢 这是典型的劳动关系 回这劳务关系 李教授我们知道 一些行政主管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意见 就是要求大力的保障 这些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这些职业权业等等 这个你怎么看呢 有关部门也重视这个事了 比较有名的是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意见 确实起到了指导作用 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很多典型案例 他也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能够起到指导作用 但是这些他都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至少有行政法规 最好有法律 现阶段没有法律之前 我倒是很赞成法院的行为 就是我们通过过案 我们一定要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但是仅仅一个是不够的 因为你不能避免类似的事 立法他就是说类似的事我给你防止了 而且我要给你建立预防机制 比如说我立法上要限制你平台设定这个劳动时间 我们现行劳动法的劳动时间 劳动安全卫生等等规定 我都要给你体现在你平台的规则里面 尤其是劳动定额 因为劳动定额如果说你按一个人的极致的来设定 没有人受得了的 我们一定要用普通人的正常工作时间 能够完成的任务作为一个标准 那么这些都是需要法律来做 因为平台它是没有这个动力的 它是你做的越多越好 劳动者甚至也会我拼命地干 我赚的钱越多越好 既然是新业态 你把这个劳动关系的形式改变了 好 我们就针对你这种新的形式 进行新的立法 我们这个立法就针对你 包括你临时接单 简单性接单 还在说层层转包过后的接单 不管你以什么形式 那么我在立法上规定 所有在外卖骑手 这一次劳动当中分到根的人 得到了利润的人 都应当是他的雇主 还在是用人者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立法 就让他们每个人都明确自己责任 然后我们依法办事 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发展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外卖骑手如今已经成为 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论是传统的就业模式 还是新业态下的灵活就业 对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都不能缺位 我们期待下一步法律制度的完善 为千千万万的劳动者 提供更多切实有利的保障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也感谢黎建飞教授参用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